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第三十七章 潛能學徒 大件事啦! 聽到聲音 愛倫夫人立刻站起來 南雀和雨果同時一個戰步衝向房間門口 肥狗奧利佛驚恐夾著尾巴 抱伏著肥胖的身體 飛快滑動四肢捐到床下底 當南雀和雨果快走到門口 奧利佛也只剩下半隻屁股在床外的時候 房間門被撞開了 一個波拉貝爾衛隊長氣喊氣喘地衝進來 大人! 菲利普人在集合 看樣子要攻城啊! 什麼啊! 所有人的面色都變了 匆匆向外跑 走在最後的愛倫夫人臨出門的時候 突然停下來 嚴肅地回頭對萊姨吩咐說 你貓在這裡 不要再亂動你的精神力 小心變成白癡啊! 砰! 門關了 人們走光了 一片安靜 冷靜冷靜 怕什麼啊? 放實實的 外面傳來了布萊因南雀的斥責聲 過了一陣 說話聲和腳步聲已經去得很遠了 似乎是南雀等人出現的作用 過了一陣 混亂的聲音漸漸小了很多 只能聽到一連串跑來跑去的腳步聲 和軍官低沉的命令聲 肥狗奧利佛小心翼翼頂開床單突出半個頭 左看看右看看 用舌頭舔了鼻子 將頭復復在安尼的腳下 耳朵始終警惕地屬住 房間裡的蟲油蠟燭 發出一聲輕微的爆裂聲 火苗一陣搖晃 臉色蒼白的安尼 將望在窗外的目光收了回來 看著坐在床上的羅伊 雖然還是一身渴飾的雅麻布衣服 還是大大的頭黑色的頭髮 但是總覺得他有什麼不同 羅伊 你好厲害呀 以前都沒有看出來的 安尼垂低長長的眼睫毛 輕輕柔柔地說 羅伊合著把嘴不說話 在這個世界上 再都沒有人比他更加了解 這個南雀大小姐 從來到波拉貝爾城堡之後 自己哪天沒有被安尼鬧幾句 沒有被他懷疑的眼睛盯緊 沒有被他可愛的身姿勾引到想撲上去 這是一個小小狐狸精來的 等了半天沒有等到回應 安尼拉大他那對漂亮的綠眼睛說 你為什麼不說話 是不是身體不舒服呀 還是他有點委屈地令開臉 你討厭我呀 過了很久 還是沒有聲音 安尼回過頭 正看見羅伊笑眉眉的盯緊自己 只不過 不是平時那些 圍在自己身邊打轉的追求者傾霧的眼光 也都不是平民 或者城堡裏面那些事同 愛慕討好 又有些卑微的眼光 而是 一股怒氣 從安尼的心 直衝大怒 這個死人大頭的眼神 直情就好像看猴子那樣 安尼就好像一隻樹曬刺的刺蝟那樣 啪一聲站起來 一輪彎月的眉毛輕輕一挑 原本柔情似水的綠眼珠 閃出了一絲性格的光芒來 火辣 跳脾 令動 還有些不安分 這樣才是安尼 羅伊抬起頭 帶著跟老實小雜亦完全不同的壞笑話 你早就應該這樣跟我說話了 既然我都不裝傻了 你還跟我玩熟女的遊戲 很有意思呀 聽到羅伊的說話 安尼一下子疾了 他傻傻地站在原地 眼睛越抹越大 看著羅伊的眼神 好像見到鬼一樣 在波拉貝爾周邊的領地的所有人眼中 安尼都是一個公認的 有教養的貴族千金 一個足以成為所有姑娘教育典範的大家貴手 他不單止人生得漂亮 性格溫柔 舉止禮儀更是無可挑剔的 他講話的時候總是低聲細語 笑起來會用把線遮住嘴 走起路上來腳步輕盈 跟男士說兩句話就會面紅 遇見某些令人害怕的場面 亦都會像受驚的小鳥一樣 楚楚可人 除此之外 他還會刺獸 跳舞亦都跳得非常好 招待客人的一套禮節更是大方得體 不單周圍的貴族子弟一個個被他迷到神魂顛倒 就連最挑剔的貴族和貴婦人也都堅信 這個女孩子娶回家 就是一個賢妻良母 但是只有安妮自己才知道 自己對這一切早就厭惡得不得了 平時裏面秦規道舉的偽裝 與其說是不想令到母親和摩摩暗沉 倒不如說是自己和自己穩開心 每次看見那些傻奸奸的追求者對自己 浪重讚美詩 用心情的目光含情默默地認識他 再看見貴族夫人拿自己做榜樣 教訓他們可憐的女兒 他就會笑到滑地 不過 這種心理 一直被他小心翼翼地隱藏得好心 從來沒有絲毫暴露 就連父親母親和每日陪在身邊的摩摩都不知道 唯一知道的 或者就是他的臥室裏面 在他脫下帶鐵枯的裙 解開瓊魚骨之後 影照著他優美的身體 聽著他各種無奈心聲的穿衣鏡 但沒想到 這個隱藏得最深處的秘密 卻是被眼前這個大頭踢摩 一羽揭穿了 這種好像被人看到無所遁形的感覺 令到安妮有點驚慌失掃 一絲羞怒 令到面上突然飛起雄雲 女孩子咬咬咬 切切地坐下來 用惡狠狠的眼神 挖著羅伊 說 你是誰 他雖然極力做出凶狠的模樣 但漂亮的面旁實在是沒有殺傷力 反而有一種火辣辣的迷人魅力 羅伊一面無辜地說 我叫羅伊小姐 我是你家負責衛馬的襲役 色情人不要跟我扮鬼扮馬 羅伊眨眨眨眨眼說 扮什麼呢 看著大頭那副習慣性的帶著一絲 烏噹噹的臉 安妮恨不得伸手過去將它撕爛 平時這個家伙就是這副表情的了 說什麼小姐有什麼吩咐呀 小姐馬草邋遢呀 搞邋遢你的衣服呀 小姐今天食堂有雞肉呀 你真是好人的小姐 哈 真是被他騙了半年 現在又來了 這個混帳太可惡了 床底下的奧利佛 也翻著眼淚汪汪的白眼 羅伊這兜友 一邊自己吃著香腸 一邊還問我什麼叫香腸的時候 那就是這副嘴臉呀 房間裡面一時間靜靜靜靜的 安妮挖著羅伊 羅伊就乾脆躺下來休息 他真是沒有她那麼有空 和這個不知道此刻 處境險惡的大小姐費精神 剛剛將精神力和魔力消耗一空的自己 這個時候最需要的 就是趕快恢復魔裂 以迎接就快來到的戰鬥 這個是戰爭 是生死搏殺 外面的非裂佬 不是什麼善人呀 和安妮說話的時候 羅伊一直在用感知 檢查自己體內的魔核 原本消耗到只剩下十分之一的魔核 這個時候已經恢復到原來大小的百分之七十 並且還在不斷地旋轉中壯大 仔細體會 羅伊可以清晰地感知自己身體的每一個細胞 都在吸收著自然中的能量 而這種能量進入體內之後又被釋放出來 一旦順著血液經脈傳輸到魔核附近 就捲入魔核旋轉的漩渦中 變成絲絲類類的魔力補充進來 所謂覺醒者 覺醒的正是身體對自然中這種 被稱為魔法源的感應和吸收 魔法源轉換到體內的魔力越多 釋放速度和對元素的操控力就越強 沒有足夠的魔力 魔法師是沒有辦法支撐長時間的戰鬥 更是沒有辦法釋放大威力的法術 第37章 潛能學徒2 計算自己的魔力恢復速度和數量 羅伊非常之開心 在艾瓦隆大陸 魔法師通用的魔力值計算單位為法馬 1克魔力可以操控一個元素 100克魔力為一個法馬 羅伊原來的魔力是72法馬 那麼魔力補充一個時辰 就可以補充15法馬 消耗了之後 通常要整整5個小時才可以補充換 但是現在剛剛才過去一個多時辰 魔力居然就已經補充了超過50法馬 回復速度是原來的3倍以上 按照常識來說 魔力基數越大 魔力補充才愈快 雖然羅伊知道自己的魔力恢復 這麼快 和體內魔核有關係 並不可以代表魔力基數 已經增長了5倍 不過他相信 自己的魔力會在今天突破100法馬 按照魔法師通行的規則 一旦魔力突破100法馬 從氣態轉化為液態 覺醒者 就不再只是覺醒者 而是真正踏上魔法之徒 成為一個潛能學徒 當魔力突破500法馬的時候 潛能學徒就將會晉升為覺醒法師 超過1000就賣入了朗星法師的門檻 就像愛倫夫人那樣的 三級朗星法師 魔力值更加高達1600以上 意味著愛倫夫人可以釋放2萬個以上的小火球 並且能夠使用魔力需求在1600法馬以內的 任何一種中級魔法 當然 那只是一種計算方式 事實上 沒有精神力和感知力的支持 沒有學習到高級魔法元素震 只是有魔力也沒有用 而釋放成千上萬個小火球更不可能 只是排列元素震和感知元素的複雜工程 就足以令到人精神崩潰 對剛剛踏上魔法之徒的羅伊來說 一百法馬 是一道極 過了這個極 他就可以學習三級以下的初級法術 一級法術十個 二級法術五個 三級法術一個 這個就是 一百法馬魔力的作用 一般的朗星魔法師 除了個別頂尖的可以釋放四級魔法之外 大部分都因為感知的局限 而使用三級魔法 愛倫夫人可以發動十六個三級魔法 而沒有感知限制的自己 亦都可以發動一個三級魔法 那是不是意味著 小雜翼和大法師 已經可以平起平坐 什麼呢 羅伊在心裏想著 越想越覺得有道理 要知道 法術對決這種事情 勝負只在轉瞬之間 一旦被人做低 剩下再多的魔力 再可以施展多少法術都沒有用 一個三級法術 未必就不可以贏十六個三級法術 最重要的是 這個世界上的潛能學徒 能夠施放一級法術就不錯了 有誰可以猜到自己是一個 能夠施放三級法術的 潛能學徒呢 羅伊想到這裡 有點苦惱地托著自己的下巴 陰人這家 實在不是自己這種善良心願的老實人的風格 那第一個三級法術 自己要學些什麼呢 以前聽說過木系的 彩谷東尼 能夠以藤蔓組成一道尼巴 困住對手的同時 還可以用藤蔓刺激對手 然後踢低它 爆它谷花 水系法術的靜身入宮 就是控制類的 不單止可以將人 關入水幕組成的水團裏 還可以將旋轉的水流 形成一道水鋸 正所謂 凸什麼出來就鋸什麼 這些法術 應該都幾光明正大 只可惜 現在的自己身上只有一本亡靈法術 難道 自己要先學治癒系的法術 做一個神棍 羅伊即時眼前一亮 喂 跟你說話聽到沒有 安妮兒不得 找把劍一劍插死眼前這個鄉下 自己叫他那麼多聲 他居然不理不理 但是內心 他對羅伊還是好奇大過氣憤 雖然一開始 他對一向都喜歡欺騙人的自己 居然被這個 炸傻扮懵的家夥 整整欺騙了半年 深有不分 不過 當自己被羅伊揭穿了之後 他知道 想要扭轉回局面 已經是不可能的 但是同時 突然間多了一個了解自己的家夥 感覺其實有多好 至少在羅伊面前 他就不用扮成一個 連笑一笑 都要繳柔造作地掩著的嘴 看見劏雞都要軟跌跌昏低的千金小姐 羅伊回過神來 第一時間不是看安妮 而是認神地聽著外面的動靜 聽起來 一切還是正常的 想怕菲利普人還沒發動進攻吧 嘿 你說 菲利普人今晚會不會進攻的 安妮順著羅伊的目光看著窗外 憂心匆匆地問 進攻不進攻我們都幫不了什麼忙的了 除了老老實實在這裡蹲著 做別的都是添亂 羅伊坐了起來 看著安妮說 怎樣 擔心 安妮回過頭白了他一眼 這個是我家來的 我不像某些傻子 為了自己可以出去闖蕩 而不得家裡被人燒光 要這樣的傻子 羅伊好驚訝 那些貴族就真不是普通人可以理解得到 當然有 安妮一嘟嘴 隨即神情暗言地說 唉 不過 我剛才聽他們說 我們也必須要放棄城堡特惠 為何要向北走呢 北面是山區 騎兵追擊不方便 想要盡量保存平民 就要往山上跑 喔 安妮嗚了聲 安妮嗚了聲 就沉默了 想到 離開自己生活了十多年的家 最終落在菲利普人手裏 再想想 這路逃亡 不知道要死多少人 心裏面一陣難受 房間裏面一時沉默了 兩個人 都沒有再說話 這樣的問題 對於只有一個十五六歲的他們來說 實在是太沉重了 戰爭是大人他們的事情 未來點 不是兩個少年能夠決定的 安妮站起來 無精打彩地說 算了 你好休息 我上樓先 看著安妮消失在門外的背影 大頭扣著手指頭 心情複雜 半年之前 剛剛到領主府的時候 他一看見 就要躲著走的那個 狡猾 喜歡整古人 總是神彩飛揚的領主千金 這個時候看起來 似乎一下子成熟了很多 但是 又沉默了很多 不知道離開波拉貝爾之後 他又在顛佩流利的生活中變成 什麼樣 羅伊出了神 靜樂森黎 感受著自己身體裡面的魔力 到現在為止 魔力已經超過了原來的72發馬 正在向著80發馬逼近 而且 隨著魔力核的增大 旋轉形成的漩渦越來越強 魔力的恢復速度 也都越來越快 時間一分一秒過去 斬下眼 又是一個時辰 其中 還有一個皇家騎士 來看過羅伊 通過騎士的口 羅伊知道 現在的菲利普人 似乎並沒有立刻發動進攻的意思 但是也不離開 大隊的騎兵 就在距離城堡不過兩三百米的地方 軍營大門也闖開著 不是有隊伍調動進出 從剛剛到現在 城牆下的馬提聲 就從來都沒有停過 魔力 在那一點點的增長 騎士離開之後10分鐘 一直緊緊盯著體內魔核的羅伊 終於發現 隨著幾類魔力的湧入 自己的法力 已經超過100法馬 而就在突破100法馬的瞬間 原本好像一個汽團般的魔力核 就好像 濃霧化成露水 瞬間變為 一粒粒極小的水滴 這些水滴 在旋轉中碰撞 膠融 匯合成更大的水滴 羅伊眉民眼 仔細感受著 如果 之前的氣態魔力 是嬰兒的小手 一次只能控制一個元素的話 現在的魔力 就是一個少年的手 一次可以控制10倍以上的元素 這個變化 也意味著 從這一刻起 自己將不再是 只能完成基礎元素陣的覺醒者 而成為一個 可以組合更高等級元素陣 釋放一級到三級魔法的 潛能學徒 羅伊一刻都不想擔誤 他拿出了那本 《亡靈魔法研究日子》 第38章 戰魚與下 舊熟歷 三一八年秋季 菲律帝國兵分兩路 大舉進攻聖索蘭帝國 一路由邊軍大將華倫後著率領 進軍位於 聖索蘭帝國西北方向的普魯行省 入侵的兵力 高達兩萬五千人 其中包括 兩個邊軍騎士團 600名騎士 同加上騎士 視從隨從在內的 3600名騎兵 另一路 同樣是菲律帝國中著名將領本深公爵率領 進攻位於聖索蘭帝國中部 普魯行省以南 200公里的邊城龍門 這支軍隊總數超過4萬人 有3個邊軍騎士團 900個騎士 和總數超過5000的騎兵 其中一個 還是菲律帝國威名黑黑的 貪狼騎士團 為了這次進攻 菲律帝國皇帝彼得一世 準備了很長的時間 無論是戰爭前期的物資準備 還是部隊的調動集結 完全處於保密狀態 不要說聖索蘭帝國毫無察覺 就連菲律帝國的貴族圈 亦都在戰爭爆發之後 才聽聞 因為準備充分 攻擊發動又非常突然 只是一天時間 菲律帝兵就突入了聖索蘭帝國 重心50多公里 攻城掠地 所向披靡 而完全沒有防備的聖索蘭帝國邊境 就是一派兵敗如山島的景象 普魯行省的兩個男爵領 幾乎在毫無抵抗的情況下 被敵人佔領了 而邊城龍門以西 駐索蘭的一支人數是 3000人的聖索蘭邊軍 簡直是一足即溃 逃跑的士兵 萬山遍野亂跑 到處都是被追殺士兵留下的屍體 這個消息 迅速傳遍了整個救贖之地 引發了一片嘩然 驚嚇失色的不僅是人類 還有精靈 矮人 半獸人 等其他種族 因為誰都明白 詛咒磨刀鑊鑊的 菲利普帝國 這次發動的 並不只是小規模的 雜擾 而是真正大舉入侵 除了目前入侵的軍隊之外 後面還會有更多的菲利普軍隊 源源不斷地開向聖索蘭帝國 戰火會從聖索蘭西部和中部邊境 一直蔓延到整個救贖之地東南 更糟糕的是 大家可以肯定 號戰的龐貝帝國 絕不會眼白白地看著菲利普帝國吞併聖索蘭 而無論是他們出兵聖索蘭 還是進攻菲利普帝國 都意味著一場 席捲所有種族的災難 沒有人能夠在這場災難中獨善其身 世界將隨著戰爭的進行 而一億動盪 就好像兩百多年前 羅曼帝國統一之前 或者 一百多年前 羅曼帝國崩潰之後 那個時候 大大小小的領主們互相攻擊 今天 可能還安睡在自己的城堡 明天起床 就已經上斷頭台 今天或者是盟友 明天就可能反面成敵人 即使是同一國的領主 亦都會互相攻佛 原本就貧積的土地 因為戰爭的爆發 而荒廢 沒有糧食的平民 流浪的騎士 和逃跑的士兵 搖身一變成為了強盜 天下 杜匪橫行 餓夫滿地 什麼社會準則 道德規範 都已經崩潰 為了吃一口飽飯 為了能夠活下去 那些人搶劫 欺騙 賣兒賣女 能夠做出任何令人發指的事情 除了弱欲強食的叢林法則之外 人類不會專守其他規則 實力強大的 就可以生存下去 就可以榮華富貴 而實力弱小的 就只有凍死荒原 餓死街頭的命 菲利帝國入侵聖索蘭帝國 是一道慢慢開啟的圍幕 無論是站在城市街道上的人類 站在叢林山巔的精靈 站在鐵爐前的矮人 赤著精壯上身的野蠻人 還是 就身掛滿各種骨頭的獸人 都在這時刻 透過圍幕 看見了 那個即將到來的亂世地獄般的景象 不過 很少有人知道 當他們將目光對準 菲利帝國兩路齊頭並進的大軍的時候 在他們的視線之外 還有一支數量只有一千多人的菲利騎兵部隊 兜過了路途崎嶇 魔獸橫行的南部山脈 正在這裏進攻一座 大家在大部分地圖上都找不到的邊緣小城 更沒有人知道 那個剛好是迎接公主加林的小城 遠遠比普魯行省和邊城隆門的戰士 更牽動聖索蘭皇室 和包括宰相唐納德在內的 所有貴族的心 整個地道 切夜難眠 而在勞里安行省 通過波拉貝爾的一條條道路上 數以百計的騎士 正在權力巔峰的帝國高層難得一致的命令和催促下 從不同的方向 向著那個已經被無數凌空飛舞的火箭 拍得通紅的小城回集 風塵勃勃 日夜兼程 羊皮日記 一頁一頁翻過 當萊伊將最後一個三級魔法的元素陣排列圖 深深地印入腦海的時候 他合上了筆記 看著封面上奧斯丁的簽名 萊伊此刻的內心 只是無盡的敬仰和崇拜 因為這個家伙 是真正的天才 魔法的大拿 跟他比起身 其他的法神和聖騎士 簡直就是屁 更重要的是 老爺我發達 筆記裡面記載的 能夠用100發馬魔力使用的亡靈魔法並不多 一級魔法有9個 二級魔法有6個 三級魔法就只有3個 但是 如果加上那些亡靈魔法衍生出來的治癒魔法 數量就要增加整整5個 增加的治癒魔法分別是 精神恢復 魔力恢復 戰環加速 小治癒術 和潛力激發 令到萊伊感慨的是 這5種法術之中 除了治癒術 戰環加速 和精神恢復 是聖教也有的法術之外 另外的魔力恢復和潛力激發 就連聖教的神術師都不懂 而這些 他是奧斯丁從亡靈法術中變幻而來的 別的不說 只是這份絕世天才 就令人不禁為之驚歎 羅伊調動身體魔力 飛快地召集了20個火元素 60個水元素 和800個木元素 然後 將這些元素排列成一個 既似樹葉 又似一隻眼睛的元素陣 當元素陣形成 羅伊伸出手 用魔力 將元素陣 吸附在食指和中指之上 然後 輕輕地將它 印在自己的眉心 直靜的房間裏 一個小小的黑洞 罩然浮現在羅伊的眉心 這個黑洞 吞噬住房間裏的燭光光線 罩然擴張變大 將整個房間 都籠罩在一片黑暗之中 然後 又再到宿世 引入了羅伊的眉心 在短短的一瞬間 竹台搖曳的火焰 就好像被凍住一樣 火苗從火紅變成壁藍 凝結在虛控之中 動都不動 直到黑洞消失 羅伊抹開眼 竹台的火苗 才好像漁獲大赦 變回原來的火紅色 重新搖動了起身 這個是亡靈法術的基礎魔法 亡靈之眼 跟其他元素不一樣 存在在生命體內的血元素 是不被覺醒者自然察覺的 只有開啟了亡靈之眼的魔法師 才可以 感知到血元素 並且利用它來施法 當羅伊增開眼睛的時候 不出所料 他看見的 正是 金綠藍紅黃五種基礎元素之外的 另外一種顏色 暗紅色的血元素 羅伊倒下頭 看著懶洋洋趴在地上的肥狗 嘴角露出一絲 得意 而有陰險的笑容 第38章 魔力無聲波動 一個外圓內方的元素陣 隨著空中匯集而來的稀薄血元素 慢慢成形 撲一聲閃 抹入了肥狗的身體裏 潛力激發 肥狗奧利佛 周身炸毛 猛地從地上跳起身 扔著舌頭 兩眼放光 左顧右盤 半個時辰之後 當羅伊走出房門的時候 腳邊的肥狗 仍然是上串下跳 不停追著自己的尾轉圈 精神十足 這個時候 已經是午夜時睡 不停 抬頭看去 磨盤那麼大的血紅魔穴 就掛起天際 頭頂上 密如沙溺的星神 組成了一幅 銀光閃閃的天幕 將整個世界都籠罩 起身 城堡裏面 人叫馬斯 一派如臨大敵的緊張氣象 放眼看過去 只見城牆上 讓無數手掌長槍的士兵跑來跑去 軍官他們大喊大叫 吹速運輸隊 將石塊 雷木 流水一樣 往城牆上送 騎士和隨從他們穿著盔甲 掛出長劍 戰馬亦都被集中到比較安全的場角 被好安具掛上騎槍 羅伊也都帶著奧利佛穿過通道 跟著民葬他們身後登上了城牆 雨果一眼就看見羅伊 向他招著手說 羅伊 你為什麼來了 身體沒什麼事 來看看可以幫什麼忙 男孩子還有點志氣的面上浮現的笑容 令人感覺親切而舒服 愛倫夫人轉頭眉頭一袖 真是胡鬧 羅伊 馬上回去了 站在愛倫夫人身邊的布萊恩男爵 拍了拍羅伊的肩膀說 那群俊求我好幾次 我都沒有讓他們上來 你跑過來 不就給了他們借口 我可以幫忙 不行 馬上 老實給我回房間 我可以幫忙 羅伊 搭著大頭踢框 腳下好像生了筋 使出他慣常的招數 一邊的男爵夫人 忍不住伸手 在他後腦 擀了下 平時這個傻子就是這副模樣 那些人以為他天性木納反應遲鈍 現在才知道 這個小子就是這種人 讓你覺得 沒有辦法跟他 同居居居的他溝通 就自動放棄 說不定 當你頭暈腦漲地走開的時候 這個臭小子 還偷偷地笑 想起那個女安妮 和城堡裏面的其他小孩 經常跟羅伊說了半天 最後發現雞同鴨港 而生氣爆爆走開的情景 男爵夫人就是一陣好笑 如果不是今天發現 就連自己都蒙在鼓裏面 這個壞蛋 也不知道哪裡學回來的 想著想著 男爵夫人看了下 布萊恩男爵 看見自己妻子頭過來的目光 布萊恩搖了搖頭 也沒有再堅持下去 過來 過來這裏看 男爵夫人讓開了一個位置 她叮嘱說 小心點 發現不對勁馬上蹲下 嗯 羅伊大頭踢刮 拼命入頭 抬起頭向城堡遠處望去 只見夜色中 菲利普人的刑寨闖開了大門 不少菲利普士兵 正在忙碌地進進出出 腳步聲 敲擊聲 集結號聲 即使是隔得很遠 亦都可以聽得見 而在距離城堡 只有不到200米的地方 數以百計的菲利普騎兵 正手持火把 來回中環 奔騰的火流 從東到西 從西到東 往來不絕 羅伊調動她的感知 眼前 大團大團的暗紅血元素 好像雲一樣 笼罩在波拉貝爾城上空 只剩下 殘滅斷壁的城鎮 還在燃燒著 名艷的烈火 和暗紅的血霧 令那座熟悉的城市 看起來 就好像 死亡煉獄 下午看見的老警長 和平民的屍體 還堆在原地 那些被拖入房間的婦女 有些赤身裸體的 倒在房屋的門口 有些就成了倒塌的房梁下 燒到黑蒙蒙的人形焦彈 羅伊目光閃動 沒有人知道這座城市 在她心裡 佔據著多麼重要的位置 正在這裏 她才從一隻 動不動就露出獠牙的小野狼 變成了人們口中親熱的大頭羅伊 傻豬豬羅伊 儘管少年從來都沒有承認過 但是她心裡明白 她喜歡這種生活 她喜歡聽到街道的喧鬧聲 喜歡人來人往的市場 喜歡在波光倫倫的海面 陽帆遠行的大船 喜歡小商小販他們 討價還價 也都喜歡 被人搓著頭髮 抱著頭 或者幫忙過後的道謝 和誇讚 這一齊 都令這個自小沒有享受過無礙 在冰天雪地的野外生活中 憤愛孤獨的男生 覺得是一種 她上了人的溫暖 哪怕是做一個小集役 叉草料 餵馬 擦馬 住在城堡狹窄的伯仁房 但是每天早晨 聽見奶牛的叫聲 聽見伯仁 士兵他們講話的聲音 走來走去的腳步聲 能夠看到大家忙忙碌碌地做事 看見安妮 整股那些傻奸奸的貴族男孩 都覺得很開心 但是現在 男生忍不住握著拳頭 就是這個時候 乘下遊走的菲律騎兵隊 爆發出一聲大喝 大喝聲中 只見騎鎮前面的菲律騎士 輕輕一大僵繩 高速奔馳的戰馬 傾客之間變成高抬腿小跑步 轉向面對乘場而來 前排速度減了 後排也同時減速變向 遠遠望去 數百人組成的菲律騎兵場隊 動作整齊劃一 好像一個人 這些騎士坐下的戰馬 顯然也是九經訓練 騎士的動作剛剛做出 就心領神匯 一匹匹戰馬 從急速奔馳中轉向 變大步狂奔 為高抬腿小跑步 步伐變幻行雲漏水 沒有絲毫的勉強 一排排纖細的長腿 同時抬起同時落下 令人讚嘆 城場上 見慣了騎兵方對行進的 騎士和士官更好 那些波拉貝爾的士兵和精壯的平民 個個都看到眼凸凸 劇烈的馬蹄聲 好像悶雷一樣 向著城堡滾滾而來 逼近到一百米外的時候 騎陣前面的幾個手持火把的騎兵 用手中的火把 點著了身邊騎士 踏在長弓上面的火箭箭頭 還沒等人反應過來 就見菲利騎鎮突然加速 原本緩步行進的對列 在瞬間 拉扯開來 一匹匹戰馬 在騎士的驅策下 快馬衝了過來 敵閘啊 隱蔽 隱蔽 時官和騎士的狂敲聲還沒落地 就聽見城下一陣 密語暴雨的公然聲響 一排排燃燒的火箭 騰空而起 升到最高處 眨延下降 好像黑夜中的烈火流星 向著城堡撲過來 正所謂 馬蹄如雷 公然如雨 當一排火箭照亮了城牆的同時 緊緊跟在後面的無數黑色飛箭 亦都在急速的尖叫聲中 從夜色中 飛曬過來